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看到有几个弟兄好像不太自然啊 不过没关系啊 我相信呢 虽然时光任然 但是呢 我相信神的话语一定在大家心里 其实已经留下痕迹了 就像我们读书 神学院读了四年 现在回想起来好像 我们只学了个皮毛 我们读过了好多书 现在让我想不起来了 对吧好像记不住了 但是呢 回头再看四年前的我 和现在的我是不一样 所以在不知不觉中 随着岁月的有事 圣灵在不断的雕着我们 所以呢像宝货说的 我们栽种我们浇灌 但是呢只有神让他生长发芽 所以呢弟兄姊妹们 我们应该切切地祷告 求神预备我们的心 我们应该就像那出生的婴儿一样 恋慕母亲的奶 好 那今天我们就先回顾一下 这一年以来啊 我们所学的希伯来说的内容 从第一章到第四章 其实呢主要讲的三个方面的主题 第一个主题是从一章的一节到二章的四节 耶稣是完全的神 他是神荣耀所造的光辉 是神门里的真相 同时呢告诉我们呢 耶稣是神的儿子 他以神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 也曾借着他创造著世界 同时呢耶稣也是神给我们的终极启示 他远超天使 所以呢他的启示呢 也远超借着天使传给我们的律法 好第二个主题呢是从第二章的第五节到第三章的第六节 主题是耶稣不仅是完全的神 他还是完全的人 这些今晚呢告诉我们耶稣他不但是 完全的神但是完全的人 他儿女既同有血肉肢体 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肢体 这样都是为了借着死 败败的长死权的 也就是魔鬼 适合那些一生因怕死而被奴夫的人 也就是说耶稣他独特的神的人的二性呢 让他成为了人类的拯救 相比另外的救出者 相比另外的救出者 魔系 耶稣远超魔系 好第三个主题呢 是从第三章的第七节到第四章的十三节 在这个里面呢 这个内容呢就从 关注的焦点呢就从耶稣身上转到了 神的选民 告诉我们作为神的选民 我们应该怎么办 古代的以色列人呢 他们同样也是神的选民 但是他们的 残痛教训却告诉我们呢 无心和小心 让人无法进入神的爱戏 希伯来说的作者他就痛心起手了 来呼吁我们呢 要怎么样 谨慎 谨守神的道 坚持到底 务必竭力进入神来一次 我想在座的各位 都会认同这些道理 它表明了我们这些基督徒 作为神的选拟 我们应该尽到的神的责任 如果我这样做 那么好会议论 我们的结局就会像 那些跌倒的以色列人一样 我们会跌倒在 他们曾经倒立的旁边 但是如果仅仅到此的话 那我想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 都会泛起深深的疲惫 和深深的无力感 对吧 不是我不想惊喜 我不想谨守 而是作为罪人的我 做不到 不是我不想 是臣妾做不到 所以靠自己一个人的坚持 和努力太难了 我们虽然因为相信耶稣 而得到设定 但是仍然是罪人 在行走天路的过程中 我们总是在不停的关头 对吧 没有人说 我曾为妻做错之后 我就不会犯罪 甚至我们还会 因为自己的乱罪 而去故意犯罪 所以我们每个人 都是不停的跌倒 充满挫败感 我们在行走天路的过程中 是滴滴撞撞撞 就像潘山雪坡的小孩一样 我们多么希望 有一双温暖而有鼻的手 能够在我们走的过程中 能够扶我那一把 但是我们有这样的 一双温暖而有鼻的手吗 所以就从今天的经文开始 四章十四节 一开始 希伯来书进入了第四个主题 耶稣是我们的帮助者 和尊荣的大祭司 好 让我们一起来看 今天的经文 希伯来书的四章十四节到五条十节 我们先来看前三节经文 十四到十六节 我们既然有一位 已经升入高天 尊荣的大祭司 就是神的儿子耶稣 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理 因我们的大祭司 并非不能提训我们的软弱 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 与我们一样 只是他没有犯罪 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 来到诗人宝座前 为要得连续蒙恩惠 做随时的帮助 好 让我们先来分析第一个短语 深入高天 尊荣的大祭司 首先来看什么是祭司 祭司这个职位 它其实是为了解决 一对矛盾而产生 什么矛盾呢 那就是神的圣洁 和罪人的污秽 不能相同的这个对方 罪人它必须依靠一个求量 它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 那么这个罪人和神之间的求量 或者说中宝 就是祭司 因此祭司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值 第一个是献祭 第二个是戴犬 在旧约里面 献祭是为了赎罪 但以色列通过祭司 把禁物通常是 豪侠刺的出生的牛途 或者是羔羊 陷到神的面前 这样就通过这些动物的替代 人去流血 去替代人去死 而来寻求神的罪人的生命 那么利未记十七章十一节 它清楚地说明了这其中的意义 利未记十七章十一节 耶和华说 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 我把这血赐给你们 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 因为生命是在血中 所以血能赎罪 所以这种赎罪的意义 它就强调了神对圣祭的要求 以及罪的严重性 研究到什么程度 必须要以生命为代价 来消除 所以祭司 他就是通过献 豪侠刺的牛途羊高 来代表百姓在神面前赎罪 通过献祭帮助百姓 恢复和神之间的什么关系 另外祭司的职责还包括向神代求 寻求祝福 民书记六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七节 耶和华对姆西说 你告诉亚伦和他的儿子说 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 说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 保护你 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 赐你 愿耶和华向你仰脸 赐你平安 这句话熟悉吧 每次主日成败的末尾 李牧就会站在这里向大家 说这句话 来这样祝福大家 是吧 所以旧约中呢 这也是祭司 以为以色列人代祷的祝福方式 所以神说 你们要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 我也要赐福给他们 所以啊 祭司的另外一个重要事实 就是为百姓代祷 祝福 那么这就是旧约时代 祭司的两个重要的职责 那么现在让我们回到 耶稣基督这里来 看看为什么说 耶稣他也是一个大祭司 让我们来做对比 对比旧约的祭司和耶稣 第一 旧约的祭司呢 在神与以色列人之间 是战争中宝的祭司 代表百姓呢 向神 献祭为百姓的最先 赎罪祭 而耶稣呢 他是新的中宝 他不只代表人 向神献祭 他自己就是基督 他献上自己为全人 赎罪 所以提摩太前说 二章五节说 因为只有一位神 在神和人中间 只有一位种 那是将神的人的 基督耶稣 好第二呢 旧约祭司他们的献祭 是持续不断的 他们每天要不断地 献上这种基督 说凡祭 说罪祭 说足千祭 这些祭物呢 是有一个律师的 这个 啊 除罪的必要性 但是呢 他却无法完全的消除人的罪 但是耶稣基督不讨 他一次献上自己 可以尽 成为永远永消的 除罪祭 他是彻底除罪的人的罪 这一旧约中 不断重复的献祭 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形象鲜明的对比 所以呢 希伯来书9章26节说 他只 一次献上自己 就罪除掉了 第三个呢 耶稣也在神面前 为我们呆求 旧约的祭祀 在至上所有呆求 耶稣呢 在神面前 在天上 在神的右边 替我们呆求 罗马出发 章34节 谁弄定 他们的罪呢 有耶稣基督 已经死了 而且从死里复活 现在在神的右边 也替我们祈求 我们后面也会学到 谢白书7章25节 说凡靠着他 进到神面前的人 他都能拯救当地 因为他是 长远活着 为 他们 呆求 所以啊 通过这些对比啊 我们可以清楚看到 耶稣基督 他不仅履行了 旧约祭祀的职责 而且还超过了 这些职责 提供了更完全的救赎 更有效的除罪计 和永恒的呆求 他的祭祀是 使得所有相信他的人 能够永远的享有 和神和合同关系 进入到神的同在等国 所以呢 希伯来说的作者 他在大祭祀 这个词的前面 又加了一些词 叫做什么 尊荣 尊荣的大祭祀 英文翻译叫做 Great Great high or present 所以这表明的大祭祀 是愿朝以前旧愿的大祭祀 那么除了尊荣之外呢 还有第二个先进词 就是什么 生忠高天 生忠高天呢 它也同样是表明了 尊荣荣耀的意思 就是生忠高天 在身的右边 尊荣 但是同时代表 是另一种主意 就是 我们的这位尊荣大祭祀 他还 我们的教会历史学的教授 他有一次呢 他在比较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序面的时候 他说 穆斯林对穆罕默德和耶稣 究竟是一个更伟大的 和我们有不同的见解 但是呢 我所知道的是 他们先知穆罕默德已经死 而我们的救助耶稣 他还 所以大家看到 旧约祭祀的职份呢 是历位人他们世代相比 那随着这个祭祀的死亡呢 他的这个任期就到了 无法永远地为人待求 但是呢 耶稣基督呢 他是永远地为自己死 他的职份是永不停止的 他在天父右边 永远地为信徒的待求 所以就像 西伯来书七章26-25节说 他有祭祀的职务 职位是永不可更换的 所以凡靠着他进入神面前的人 他同意拯救到底 因为它是长远活着的 为它呆成的 所以知道这一点 对于我们基督徒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什么重要的意义呢 它让我们知道 在走向天堂的崎岖的路上 在这个险恶的世界 在这个残酷的属于征战中 你不是用军征战的 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孤军奋战 可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 美军第77步兵师 参与的阿尔冬战役 阿尔冬战役 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默契 一个关键的战役之一 当时盟军试图通过 大规模进攻打破 德军在西线的领域 迫使德军武投降 于是他们就策划了 这次阿尔冬战役 美军77步兵师 他接到命令之后 他就穿越了阿尔冬战役 开始进攻德军的防线 但是在进攻的过程中 由于士兵们过于勇勒还强 推进速度过快 于是他们就超过了两侧的盟军 结果就深入到敌人内部去了 结果被敌人重重挡 他们呢 而且还以处理部队失去了原型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面 这群孤立的骑士进步的武兵师 他们就受到了德军的猛烈的进攻 最后呢 弹尽成决 实乎啊 数学全方没有 德军呢 还通过飞机给小朋友投 传单劝能投降 优待投入 脚枪不杀 但是呢 指挥官 武贵尔特希少校呢 那惠特尔希少校呢 他毅然拒绝了 劝警 努力士兵们 继续战斗 但是这个时候呢 更糟糕的事情发生了 什么事情呢 盟军们 以为 他们 已经 被 敌人消灭了 而且呢 也不知道他们确切位置在哪里 于是呢 他们的 友军们 就像他们所在的位置 发动了一次 全方位的 无死角的 泡沫覆盖 这次 误伤了让他们 其实习不明显示的事 伤不在 直到他们最后呢 社会利用了最原始的手段 找到一只鸽子 一只信鸽 才把这个消息放进去 盟军们才知道 他们的位置所在 于是来拯救他们 那么五天之后呢 盟军们 盟军终于突破了 德军的火线 把他们解救出来 但是呢 当援军到达的时候呢 全师 554名士兵 最后呢 只有194名士兵 他活着 之后呢 指挥官 惠特尔西少校 被首领了 美国荣誉巡掌 安迪知道 这是美国军队的最高荣誉 然而呢 没有用 战后的惠特尔西 饱受心理创伤 最终在三年后 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所以这是一场惨烈的战役 77步兵士的士兵们 勇猛还强 他们也有着 无比的信念和勇气 为而在奴军奋战的情况下 他们不仅是在肉体上 而且是在心灵里 造出了几乎 毁灭性的打击 我们基督徒 我们基督徒同样 也处在一场惨烈的战役中 我们随时处在 属于的打击当中 我们每天都会面临 各种的事还会有 每天我们都要做选择 人生二路 我们是走神的路 还是走人的路 我们时不时地跌倒 我们时不时地怀疑自己 怀疑上帝 甚至呢 有时候我们怀疑自己救恩 有时候我们灵性非常高涨 有时候平静的敌人 面对或明或暗的 或大或小的逼迫 我们还要为自己的信仰 付代价 甚至呢 面对家人 我们家人有时候 对我们不理解 对我们冷言冷言 这些都是我们所处见的 属灵征证 但是呢 我们却与七十七步兵师的 士兵们要幸运 因为我们不是孤军奋战 我们有着世上最强大的力量 在帮助我们 前提是 只要我们持定所承认的道理 我们就有着强大的力量 永不断绝 这个力量就是我们的大祭司 耶稣基督 他在高天之上所挤入的帮助 在患难中当中 我们要记住 我们要怎么样 向我们的大祭司耶稣 呼求之人 当你在试探和罪恶中挣扎的时候 请向我们的大祭司 呼求 我们的大祭司 就会在高天之上 为你带着求 告诉你 你不要害怕 因为我与你同在 不要惊慌 因为我是你的神 我必须兼顾你 我必帮助你 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 扶持 这是他在以赛亚时候 自身一丈的时间里所说的 当你为窘迫的生活所迫 为未来的生计 未来的前途 而忧心忡忡的时候 你应该向我们的大祭司呼求 他会告诉你 我的神必照他丰盛的荣耀 在基督耶稣里 使你们一切所需的 充充足 当你为你生活 工作的纷争 繁扰 所搅扰的时候 当你心中没有平安的时候 你向我们的大祭司呼求 他们告诉你 应当 一无挂虑 只要凡事 借着祷告 请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并在基督耶稣里 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外 当你和身边的人 关系恶劣 剑马奴章的时候 请向我们的大祭司呼求 他会帮助你 他会告诉你 要以恩慈相待 存怜悯的心 彼此饶恕 正如神在基督里 饶恕了你每年 当你在逼迫里 走投无路的时候 你向我们的大祭司呼求 他会帮助你 即使在患难中 也欢欢喜喜 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 忍耐生老恋 老恋生叛 不但如此 他还必叫你重新得力 如鹰 斩翅上腾 奔跑却无困窃 行走 也无疲乏 这也是主耶稣 他从高天之上 极有的帮助 除了所列举的这些 还有很多 而重要的是 主耶稣 他所极有的这些帮助 和在世上 所能给我们的帮助 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想想看 这些事上 我们所获得的帮助 是些什么样的帮助 有些帮助呢 是我们通过金钱 付出金钱还来的 有些帮助呢 是我们通过付出自己的尊严还来的 有些帮助呢 是别人高高在上的事实 是一种强热对于弱者的优越感 之下产生的怜悟 那么耶稣呢 这位升入高天的尊重的大祭司 他对我们的帮助和在世上 对我们的帮助 有什么不同呢 我们看十五节 倒是六节 因为我们的大祭司 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 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 与我们一样 只是他没有犯罪 所以我们只管 坦然无惧地来到 世人的宝座面前 为要得怜悯 蒙恩惠 作随首 所以耶稣基督作为那位尊重的大祭司 他对罪人的同情和怜悯 他不是高高在上 他也不是强者对弱者的 这种优越感的表达 相反 耶稣的同情和怜悯 他是寄予他对人类出来 弱德 深切的理解 和他自身的经历 这是一种贴近的 或者可以说是一种拱情的 实际的帮助 以赛亚说 是三章三到四节说 他被藐视 被人厌弃 多受痛苦 长经忧患 他被藐视 好像被人眼面不看的一样 我们也不尊重他 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 背负我们的痛苦 我们却因为他受责 被神忌惮 但我最要做的受责的仆人 耶稣他承担了我们的痛苦 很多款 他并没有站在远处 没人看着我们的受责 再说 哎 为你们好可怜 相反于他亲自进入到我们的痛苦 承受我们所应该受的刑罢 他的怜悯是通过与人类的认同 和分担人类的痛苦来表现 是一种在自我牺牲之下 所产生的深刻的同情 所以正因为在这种自我牺牲之下 身临其境的痛苦体验 让耶稣他们深刻的明白 我们这些罪人 所承受的痛苦 唯一的区别 就是耶稣心里 他们没有大问题 因此他能提取我们的软弱 严厉正确 约翰福音11章33章35节 他在表述了纳撒路死后 耶稣看到玛利亚和众人哭泣悲伤的情景 耶稣看见他 他这里指的是玛利亚 耶稣看见他哭 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 就心悲伤 又甚忧愁 便说 你们把他拦放在哪里 他们回家说 请住来看 耶稣哭了 耶稣哭了 从希腊语言文来看 这里哭了 他不是哇哇大哭 而是一种静默无声的 眼泪不顺着脸颊 静静地流下来 虽然无声 但是心里却充满到基督的悲伤 所以耶稣他心里悲叹 甚至不信 尽管耶稣知道他不久 他就会让拉斯路夫 但是他仍然以他们这些罪人 一同感受别生 所以说大家看到 他们的怜悯 不是这么很默 而是深刻的 真实的 他和我们的情感 也紧密的两个结果 所以 希腊语言文来说的作者接着说 所以我们只管 坦然不惧的 来到诗仁堡前 为要得连续猛跟退 做随时的帮助 所以 由于耶稣与我们在罪人的深度的共情 他对我们有深切的同情 所以我们可以在熏耀的时候 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 寻求他的怜悯和福 这里的重点是坦然无惧 大家注意 如果没有耶稣 这一切无法实现 我们无法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 神的公义和圣洁 让罪人无法来到他的面前 我们只能成为神的审判的对象 他的宝座在这个时候 是审判的宝座 而不是识人的宝座 以赛亚书五十九章 第二节俗说 你们的罪孽 使你们与神隔绝 你们的罪恶 使他掩面不听你 撒摩尔基下第六章 记载了这样一个悲惨 或者是可怕的故事 神的约会在一次 以色列人和非礼士人的战斗中 被非礼士人 捕获了 落到了非礼士人的手 但是神施然大了 迫使非礼士人 最后把约会归还到以色列 但是以色列人 他们在搬运约会的过程中 发生因此以外 搬运约会的牛车 那牛啊 牛是前提 这个时候呢 有一个叫做乌萨的以色列人 他就伸手来扶约会 但是呢 在他手触到约会的那一刹那间 他就背离了一生 直接检查 乌萨的故事呢 是一个可怕的意思 他说明的是在没有 耶稣基督作为中宝 和为我们赎罪之前 神的圣洁 和罪人的同会 是多么的不小 神的圣洁对于罪人来说 是极其危险的一件事情 乌萨他是处于好意来 服务的人 但是却因为触犯了神的圣洁 而被你当成尽杀 所以啊 神的公义和圣洁 不能容忍罪人 即便是祭司 如果是你没有按照 非法的要求 按照那套方式来 进入了驻制圣所的话 也会被利己击杀 利维基十章一到三节 记载了 亚伦的儿子拿达 雅比呼 各拿自己的香楼 乘上火 下上香 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烦火 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 于是呢 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 把他们烧灭 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 所以啊 这两个祭司他没有按照 非法规定 使用在祭坛上 被分别为圣的香楼 和里面的火 而是使用自己带的香楼 结果他们会立即击杀 为什么呢 因为神的圣经 无法容纳罪人 因此啊 如果没有耶稣 作为我们 为我们的罪做中宝 那么我们是无法坦然无惧的 来到神的面前 而现在呢 有耶稣基督 为我们成为 为我们赎罪的大祭司 然后我们就可以 坦然无惧的来到他们 施恩宝座面前 为了得连续蒙恩会 做随手 但是呢 回到西伯乃书 作者所属的年代了 面对犹太人呢 我想呢 他会遇到这样的境界 耶稣有什么资格成为祭司 对吧 犹太人他们都知道 只有另外一位人 才能当祭司 犹太人的那个 耶稣是哪个支牌 犹大支牌 所以呢 在这里呢 作者他必须要讨论 成为大祭司的认知资格 让我们来看 西伯来书的五章 一到四节 大祭司的认知资格 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 是奉派替人 办理属神的事 为要献上礼物和属罪祭 他能体谅那愚蒙的 和失眠的人 因为他自己也是 被转弱所谓 故此他也当为百姓 和为自己献祭属罪 这大祭司的尊荣 没有人自取 唯要蒙神所招 像亚伦一样 好 从这四节经文里边 我们可以看到 就于祭司 他有两个认知资格 第一个认知资格 祭司他要经历人的软弱 对罪人会有深切的同情 这样他就体谅那愚蒙的 和失眠的人 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谓的 圣经里面呢 他就记录了 以色列第一位大祭司 亚伦他所经历的一系列的软弱 通过挫折 第一次软弱是哪里 制造金流 对吧 《出埃及记》三十二章记载了 在摩西不在的时候 摩西在身上和伊特华见面 接受律法的时候 亚伦他驱从百姓的压力 制造了金流 并引导百姓来敬拜 这是亚伦的一次重大的失败 他没有坚持对神的忠诚 相反参与了偶像的崇拜 这件事情由亚伦来与极大的挫折 第二件事情是什么 亚伦和米利安一起来反对摩西 大家知道亚伦是摩西的哥哥 米利安是摩西的姐姐 《出埃及记》十二章 一道时间记载 摩西娶了古识女子为妻 米利安和亚伦 因为他所娶的古识女子 就毁谤他 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 不也与我们说话吗 耶和华听见了 耶和华向二人发怒而去 云彩从会幕上离开了 不料 米利安长大麻疯 像雪那样白 亚伦一看见米利安长大麻疯 就对摩西说 我主啊 求你不要因我们愚昧犯罪 便将这罪架在我们身上 亚伦和米利安他们借着摩西的婚姻问题 借题发挥 来质疑摩西的领导权 这显示了亚伦和米利安的难过 因为他们在这件事上 本篇出的事里面 他们的忌怒都不顺求 所以神对他们的兄弟进行了严厉的惩罚 米利安长大麻疯 亚伦感到了极大的痛苦和悲恨 第三件事情 第三件亚伦事外的事情 挫败的事情 也是他心中的痛苦 是亚伦二儿子的死 另一集诗章遇到三件 亚伦的儿子 阿达 亚比乎 各拿着一个香的 成上火 加上香 在耶和华面前 献上的药 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 就用火 就是耶和华面前出来 不把他们的兽 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 于是摩西对亚伦说 这就是耶和华所说的 我在亲近我的人中 要献为生 在众名面前 不要不要不要 亚伦就默默不言 默默不言 亚伦的两个儿子 作为祭祀 他们没有按照该做的 来履行职责相反 没被律法使用自己的防御 结果遭到击杀 我们可想 作为父亲的亚伦 他的心中 是什么滋味 虽然默默不言 但是我们可以感受到 心里的痛苦 所以大家看到亚伦 在他意识中 经历了很多次的 失败挫折和软弱 无论是在金牛毒事件中 失败还是他的儿子 被击杀 给他带来的痛苦 亚伦他都展现了脆弱 和人气 所以他经历过失败 他经历过生离死灭 自己也被软弱所困 所以当以色列人 来到他面前的时候 我想他心中一定是 创了同情和怜恋 他能体验这些渔猛和势力的人 所以他才能真心真意的 为他们献上 属于自己 因此经历过 试探和软弱 能体谅的渔猛 和迷失失离的人 是人间祭祀的 认识自己之一 从前面的论述当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 耶稣 他是完全符合这一条件 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 和我们一样 只是他们与你犯错 所以主耶稣不久符合这条家 是超过了他条件 好我们再来看 祭祀的第二个认知资格 第二个认知资格是什么呢 为神所招 不能自取 亚伦的大祭祀执 他是神的呼召的 神所勤选 他被神召为祭祀的过程 在《初埃及记》和《历纪记》中 那种详细的记载 《初埃及记》28章第1节 神对摩西说 你要从以色列人中 使你的哥哥亚伦 和他的儿子拿达雅比乎 以利亚丧 以他们一同出来 给我们共祭祀之分 所以这些镜头中 我们看到神亲自的拣选 亚伦和他的儿子 成为以色列人的祭祀 此外呢 在《初埃及记》29章1到9节 以及《历纪记》9章22到24节 记载了亚伦和他的儿子 他们经过了一系列复杂的仪式 被分别为圣 成为祭祀 神要求我们找他的团后 怎么样 进行洗涤 然后呢 穿戴圣衣 高膜等步骤 使他们正式成为圣祭祀 这个仪式代表他们呢 被神从以色列人百姓当中 分别出来 专门成为神的圣后福 而最终在《县纪》的时候 有耶和华的圣灵 由我从耶和华面前出来 在坛上的烧尽 烦尽和炙尽 众名一见 就都欢迎 神在里面 这表明神在众人面前 公开的确认了他们祭祀的职份和陷阱 所以亚伦的职份不是自询的 是完全根据神的命令 被神赋予尊重和承证的 另外一方面呢 圣经它也说反念了 来论述了 祭祀的职份是不能自询的 民书记对施说章 记载了一次叛乱 这次叛乱呢 是一个叫做可拉的人带领 他煽动带领大家呢 他特别针对的就是亚伦的祭祀之人 民书记得十六章一到三节记载 列位的曾孙 各想的孙子 以斯哈的儿子可拉 带在以色列会中的250名首领 就是有名望选顾会中的人 都不是一般的人 他们聚集攻击摩西和亚伦 他们说 你们擅自专权 全领过大 我们会中都是圣洁的 每一个成员都是耶和华所赐的 你们为何自高自大 要超过我们重会中呢 所以大家看到 可拉哈斯的同党 他们质疑 摩西和亚伦的这道学 特别是亚伦的祭祀之类 我们都是圣洁的 我们只要是大祭祀 认为他们 你们专权了 他们要求在祭祀的身份上 能够得平等 那么摩西是怎么回应的 摩西听见这话 就屠服在地 对可拉和他的一党人说 到了早餐 耶和华必指示 谁是属他的人 谁是圣洁 叫谁请进他 神所拣选的是谁 必叫谁请进他 可拉 你们要这样行 你和你一党的人 拿香炉来 明天在耶和华面前 架上同号场香炉 耶和华拣选谁 谁就会圣洁 虽然摩西他是把决定学士 放在神手里 他没有和他导致终争 对吧 让神在许定 他们把可拉和他的同党 带到神面前来 通过献香的方式 让神亲自拣选 谁是真正的祭祀 献香这个行为 只有祭祀在过去 好 当众人献香之后 摩西说 耶和华打发往来行 这一切的事 并不是出于我心 大家知道当年 耶和华让国系带领 众人出埃及神 国系是如何退位 我好下去 我好下去 都是出于我心 都是出于神 倘若耶和华创造 一件新事 是地开口 让地裂开 把他们和一切 属他们的都吞下去 以至于他们活活的下阴间 你们就明白 这些人是藐视耶和华 孟姓刚说完这一切话 他脚下的地裂就开了口 把他们和他们的家眷 并一切属可拉的人丁财物 都吞下去 这样他们和一切属 他们都活活活地下入阴间 地就闭口在他们的上头 他们就从会中灭光 紧接着又有火 从耶和华那里出来 烧灭了那现象的250人 除了可拉尔的家人 其他250人追随者 也都因为现象而被活毁 现象是祭祀多有的职财物 所以神拒绝了他们 对祭祀之分的见诀 不但如此 神还最后又喜欢 最后一个神迹 还确认了 再次确认了 亚人的祭祀之分 什么神迹呢 明书记的17章 皇上这的曹 神的地址 也会有线 所以这个神经再次确认了亚伦的祭祀地位 这是神告诉你 亚伦的祭祀地位是神所指定的 不容易有任何指定 所以大家看到对祭祀的持分 人是绝对不能自取的 没有神的护照 你绝对不能自取 那么耶稣 他的大祭祀持分是他自取的 让我们再来看接下来的五章五节到六节 如此说 如此说 基督也不是自取的要做大祭祀 乃是在乎向他说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 《九经》上又有一首说 你是照着麦基洗得的等次 永远会祭祀 诶 向耶稣说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是谁啊 毫无疑问 就是父神 这句话呢 它是出自十篇第二章第二篇第七节 神对他的受刀这么说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日生你的 后来呢 同样的一句话 又在《十书行传》 十三章三十三节 和《西伯来书》的一章五节 得到确认 确认 确认这句话 就是父神对耶稣说的话 所以我们今天学的这些经文 再次引用这句话呢 就是为了明确的说明 耶稣作为大祭祀的职分 他不是自取的 他是神所赋予的 这正统了他作为大祭祀的 权威性和合法性 不仅如此啊 大祭祀的职分 耶稣大祭祀的职分 是远超雅的 我们从一开始讲西伯来说 我们就一直到现在 一直都在将耶稣超绝的身份 到目前为止 能有三个超绝的身份 作为神的儿子 耶稣他远超天使 作为神的重极启示 耶稣他远超内方 作为道成肉身的拯救者 耶稣他远超 同样是以色列人 拯救者的国系 现在呢 作为神主 高天之上尊荣的大祭祀 耶稣他远超大祭祀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耶稣啊 不是普通的大祭祀 他是照着麦基喜德的等次 永远比祭祀 麦基喜德 他是生命中非常神秘的人 他仅仅在《创世纪》 14章18到12节 就出现过那么一次 当亚伯拉罕杀败祖 开始而归的时候 麦基喜德突然出现 为亚伯拉罕祝福 并接受了亚伯拉罕所浮现的神经 以后呢 他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后面在圣经中 都是对整次世界的有用 他自己本身再也没有出现过 那么麦基喜德呢 他被称为至高神的祭祀 和撒冷王 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 麦基喜德 他意思是什么 所以麦基喜德 撒冷王同意平安王 所以麦基喜德 他同时既是祭祀 又是君王 因此呢 麦基喜德被视为 耶稣大祭祀身份的预表 所以在 因为在后面的时代 只有耶稣他在同时是祭祀 又是君王 哎 也许有人会说了 哎 不对啊 在旧约里面 以色列 大魏 他作为国王 他不也像是个献祭吗 那岂不是大魏他作为国王 也履行了祭祀的职承吗 那岂不是大魏他同时又是君王 又是祭祀吗 哎 这是好问题啊 那么我们在这里 我们要区分呢 祭祀和普通人的献祭 这种区别 普通人可不可以献祭 答案是啊 在某些情况下 在神的指引之下 普通人是可以向神献祭的 比如说世事记十三章 他记载了谁 参孙的父母 在天使的指引之下 向神献有番祭 并被神所悦难 那同样 大家也看到大魏呢 有很多次在神的指引下献祭 但是呢 这并不意味着 他获得祭祀的职份 相反呢 即便是君王 如果你建阅了祭祀的职责 去做祭祀该做的事情 那么你也会遭受神的严厉惩罚 历代之下 第26章就记载了这么一个 君王建阅祭祀的职责 找到严厉惩罚的这么一个故事 由大国王乌西亚 他呢 在这些猪王中间呢 他算是一个寻求神的 又作为自己的君王 在他的治理之下呢 由大国日渐强盛 但是呢 乌西亚皇呢 他就 他既强盛 就心高气傲 一直行事携屁 干犯耶和华他的神 进耶和华的殿 要在香坛上烧香 烧香这件事 绝对是祭祀的职门啊 祭祀亚撒利亚 率领耶和华 勇敢的祭祀 八十人 跟随他进去 他们就阻挡乌西亚人 八十位祭祀在面前 阻挡乌西亚王 说 乌西亚 给耶和华烧香不是你的事 乃是亚伦子孙承接圣旨祭祀的事 你出圣殿吧 因为你犯了罪 你行则事 耶和华神 必不是你得荣耀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场景啊 我强行要献香 是八十位祭祀在那里出来 但是呢 我并没有止步 乌西亚就发怒 手拿香炉要烧香 他向祭祀发怒的时候 在耶和华殿中香炉旁中 祭祀的面前 他的额上忽然发出大麻风 大祭祀亚撒利亚和众祭祀观看 见他额上发出大麻风 就催他出面 他自己急速出去 不得了 因为耶和华将在于他 就这样 乌西亚王 长大麻风 直到死日 他就一直住在一片殿 直到死的代替 他的政权也归他的二相同 所以乌西亚王世间呢 他表现的是 你对监狱祭祀的职分 则行为的严厉的场合 祭祀的职分呢 神圣不可净快 即便是君王 也不能随便的去见 因此啊 既是君王又是祭祀 只有两个人 第一位是麦提喜德 第二位是耶稣基督 麦提喜德他仅仅是耶稣基督的预表 只有耶稣基督 才是那位掌管万有的万王之王 同时是圣主高天的尊重的祭祀 他在高天之上 为我们永远的代求 他的身份地位呢 当然 远远的超过所有救命世代的祭祀 这种超级的祭祀的身份呢 不仅仅是人和神的尊敬 而且成为了所有追随他的人 永远得救的给予 来看接下来的文章七道世界 基督在肉体的时候 即大声哀哀哀 流令祷告 恳求那 救他免死的主 就因他的钱承蒙了应援 他居然为儿子 还是因所受的苦难 学了顺从 他既得以完全 就为凡顺从他的人 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 并蒙神照着麦基辛德的字 称他为大基督 大声哀哭 流泪祷告 他反映的是耶稣 对百姓对罪人的流行的怜悦 恳求那救他免死的主 救他能免死的主 成的是父神 尽管耶稣他最初上了十字架 他经历了死 但是最终的父神 通过让他复活 让他战胜死 而且他认证的过程 特别是恳求这个词 他反映的是耶稣对父神 完全的顺从 和完全的依靠 第三个 因那所受的苦难 顺从 这并不是说耶稣他之前不顺从 而是说他经过了苦难 耶稣把他对父神的顺从表明了出来 所以从这几节 情况中我们可以看到 耶稣他之所以可以成为 麦基喜德等次的尊荣的大祭司 除了神的命令之外 还有什么 他对百姓 对罪人无限的怜悦 对父神完全的依靠 以及在苦难中 显明出来的顺从 这一切使得他完全 完全 他qualify 完全胜任大祭司的这个职能 使得他对父神的所有祈求 包括他对我们这些 为我们这些罪人的代求 在父神的里头 无不应允 从而使耶稣他自己 成为了所有顺从 追随他的人 永远得救更远 所以这几节机会呢 如果我们细细的体会 其实我们会感觉到非常震撼 耶稣他是麦基喜德等三大祭司的 这意味着他同时既是为我们赎罪的大祭司 又是掌管一气的大君王 而大家想想这位大君王大祭司 却在为我们这些罪人 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 大臣的哀苦 流泪倒戈 为我们这些罪人恳求父神求我们免于灭亡 为我们这些罪人忍受 难以忍受的哭 想想看啊 如果我们的父母 天天为我们大声哀哭 流泪倒戈 我们会如何的感动 如何的感谢父母对我们的恩情 如果一位美国总统 他天天为美国人民大声哀哭 流泪倒戈 我想每个人都会选他吧 我们会如何的感谢他去拥戴他 而耶稣神的儿子 创造天地的主 万事的大君王 天天在为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 大声哀哭流泪倒戈 我们怎么就感受不到心灵的触动呢 所以地独自为 我们要做的是 我们要努力去认识耶稣 认识他越多 你就越能与他建立血脉相连的关系 认识他越多 你就会越想紧紧地抓住他 因为耶稣 他对我太重要了 约翰回音十四早明第六节处 耶稣说 我就是道理 真理 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死哪里去 没有人 手续传第四章十二节 彼得能发出 震能发的灵害 除他以外 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间 没有赐下别的命 我们可以靠着这个救命 所以一方面我们要努力认识 了解主耶稣 认识我们的大祭祀 耶稣他所带给我们的 无比的安慰和实习的帮助 我们这一切呢 不是自我安慰 它是事实 它是现在正在人间 在天上正在发生的事情 西伯来说 西教二十四节二十五 二十四到二十五节 这次已经记录了三次了 唯有耶稣 因常永远做祭祀 所以他也能拯救那些 靠着他来到神面前的人 拯救他们到底 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 来到施恩堡座前 为了得连续蒙恩惠 做祟祀 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们对主耶稣的认识 永远也无法囚禁 在C.S.路易斯那年中期 他写的这个系列中 狮子亚斯兰 它是一个象征性的角色 它代表了激动 小女孩Lucy 她在和亚斯兰 这个狮子告别的时候 突然发现 亚斯兰变得更大了 书中是这样描写的 Lucy抬起头 看看那只狮子的形象 变得越来越大 变得越来越壮观 直到她几乎占绝了整个世界 那是一种令人震撼的美丽 令她感觉到了一种崇高的惊慰 于是Lucy困惑不解地问 亚斯兰 你怎么变得更大了 亚斯兰回家说 Lucy 我并没有变得更大 而是你长大了 亚斯兰并没有变得更大 而是Lucy自身的成长 让她看到了亚斯兰 更宏伟的本质 耶稣基督的神圣的本质 永恒不变 真正变化了 是我自己对真理 对基督的理解和感受的变化 所以我在这里想鼓励大家的是 努力认识你的基督 认识你的这位神的儿子 天地的创建者 万有的继承者 神终极的信誓者 人类的救赎者 和我们是个高天祢做的大祭司 我们对他认识越多 我们就会发现 基督的伟大是何等的不可侧度 是何等的灰狂的状态 而在我们心里的天空活着 我们就可以欢欢喜喜地仰望 这伟大的存在 你不是孤独的 有个伟大的存在 你你同行 我们就可以坦干不惧地 领受它的恩典和怜悯 正是何等的甘甜 何等的喜爱 和何等的平安 所以弟兄姊妹们 让我们一起来 为此努力 为此祷告 让我们一起基督到 慈爱的天父 感谢赞美你所赐下的话语 求你的灵在我们心里做工 把你话语的种子 种进我们的心田 保守它生根发芽 求你开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更多地看见基督 求你开启我们的心里 让我们更多地认识基督 更好的灵兽 我们从那高天至上 宣众的大祭司那里 二位的帮助 知道我们的建筑面对 那一天 让我们得意 面对面对 仰望我们的仁美 以上祷告祈求 世上罗主耶稣基督 大宝贵的 阿们 祝福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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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